R полal 喂,晃,這不是什麼...什麼...什麼你們,你們設下的傑、傑作之類的吧 本來晃想說如果是他設計的,就會有個大爆笑 結果呢他就是沉默地回答著啊 這是真的 Christmas 真的呢?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Iroh D über 社造人設計出去吧 總之先離開這裡 我就把自己的手在衣服上擦制服上擦了一擦 推著色葉的背想要回到走廊上 有點硬勢的把他拉得出來 晃在跟著我們走得過來 這時候最值得懷疑的就是不在的人了吧 或是最早來的晃也有問題 總之教室比走廊下還要來得亮 總之就到了隔壁的教室 喂 怎麼回事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百花被誰殺了嗎 而且這是被刺殺的吧 對警察 對了叫警察調查 對了警察手機 可惡手機放在那邊了 你們現在才發現了根本智障 阿基拉 一個人太危險了 一起去吧 嶺阿 嶺跟大嶺阿 嶺 你們去找嶺 我去找嶺跟大洋 對了赤板 對了還有甘野軍還有另外一個人 你帶著色葉先逃走吧 去叫人來 阿基拉 你看又一個智障 這種時候 為什麼這種恐怖片 你們永遠不能夠 一起行動呢 永遠要分開呢 永遠要一個人自己去找人呢 晃 欸小安安 晃就離開了 就是剩下這個冷冷的夜裡的空氣四種肌腑 誰是誰是誰 有沒有人 赤板死了 雖然也不確定 雖然我不想用悲觀的思思思考 但是只能說那個遺體應該是被誰殺了吧 到底是誰 難道是跟殺我的犯人一樣嗎 把翅膀也捲了進來 不過 搞錯性別了 不可能跟我搞錯了吧 性別都不一樣 還是說從一開始就是無差別的殺人世界嗎 那個 那個 怪鳥面具的事件 怎麼可能呢 為什麼 突然會這樣 啊 總之我在努力想著 わからない どにかくにげよ 總之先逃吧 那個殺人魔搞不好還在附近呢 殺人犯 雖然是這麼一點沒有現實味的單字 就是 祕標是我們的命 沒什麼現實感覺 殺人犯 在電視上 或者是新聞上常常會聽到的呢 哪單日常生活沒機會用到的單字 啊 大致上 也許跟我的過去有什麼關係 可是 可是如果是無差別殺人的話 就完全沒關了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気をつけないど 我們要小心點 恐怕還在附近 先逃吧 伊朗哈 振作點 阿伊朗哈動不了 我比較守護伊朗哈 無理啦 僕はそんな力がない 可是我沒這種力量啊 但是如果真的有殺人犯的話 阿 就要小心了 如果誰來的話 你就先逃吧 我 我來 真的死了嗎 欸 會不會是惡作劇什麼的 怎麼可能 晃不是確認過了嗎 真的死了吧 如果說 如果說 晃跟赤板兩個人一起 一起約好 就知道惡作劇我們的話 就 欸 欸 それは全然考えてなかった 欸 我完全沒想到這個了 幹 你要回去跟我說騎士大爆笑 我就把這篇遊戲刪了 他馬了 就說騎士騙我的 騎士晃表示 大爆笑 其實我們倆一起騙你的 嗯 不過話說回來 來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晃的演技就超逼真了 嗯 分不 分不 そうすればすっごくいいだけど 如果是這樣 就太好了吧 もし 本当にそうなら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就 助けめたい 我們去摧刃一下吧 待 等等等等 可是萬一不是惡作劇的話 犯人還在附近怎麼辦 噢 所以我希望何叔你別可以 你去逃吧 一個人很危險的 不行 我怎麼可以放著你不管呢 我也去 那 我知道色葉跟翅膀很好 不想相信 所以我就跟著去了 啊 我們到了那邊 但是有個違和感 消 消 消失了 剛剛明明還在的翅膀的遺體 不 不見了 不 不 不 果然是惡作劇嗎 對 我也覺得很有可能 是那種 其實原本剛剛真的是惡作劇 結果 結果 剛剛走的時候回來 晃在真的把他殺掉了 我覺得有可能 對 有可能 就講的還蠻忠誠 這還蠻多劇本有用到 其實第一次是假死 第二次是真死 欸 而且這裡也沒有腳步的痕跡呢 Hiroha 分かるけど 啊 啊 我知道 但是這搞不好是殺人事件 不要晃來晃去呢 但是 如果是惡作劇的話 就 惡作劇恐怕大家都沒事吧 晃也去叫人了 我們就先走吧 對 也是 啊 那 如果是惡作劇就不用擔心了吧 嗯 哇 啊 一陣打破極境 如同慘叫聲 是男人的慘叫聲 還有窗戶破掉的聲音 欸 啊 剛剛那是 剛剛那是 Kazuki 晃的聲音嗎 我們同時衝了出去 在走廊的窗戶有一個破掉了 啊 啊 啊 就是要小心可能會割破手 啊 可是呢 沒有看到晃的人也沒有其他的人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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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啊 啊 啊 色葉看著那個破掉的窗子 因為很暗看不清楚 啊 小心被割傷 就透了透身體 啊 還想把身體靠過去看 走開色葉 啊 我拿著手電筒 靠近了附近 Kazuki 咪咪咪咪咪咪 你不能看 啊 雖然這麼說 但是我還是看了一眼 二樓底下 好暗喔 嗯 哇 那 什麼 啊 啊 在手電筒所照到的地方 在光碰到的地方 在光碰到的地方 有一個 啊 手腳 彎曲像奇怪的地方的人倒在了那裡 啊 床色葉把我拉了回來 まさか どうして 怎麼會 剛剛的床上 有著血跡 但是現在的地板也有著血跡 あきらくん わすたすらじゃないの 晃 這不是惡作劇吧 沒辦法正視 但是總覺得有點印象的衝擊呢 在眼前中看到這種非現實的恐怖的景象 真不想再看了 ダメ Kazukiは考えないで 何述你不能去想 いいの 算了啦 忘記忘記吧 啊 好像已經習慣了黑暗 可以從塗鴉臉中間 看到了色葉 臉頰上的光 耳朵有點痛 聽到色葉臭氣的聲音 色葉 そうだ 對了 其實色葉是個愛哭鬼嘛 這時候不是我該害怕的場合了 あきらか あきら 是比平常人多一輩精神的人 現在不是講這些事了 早點帶色葉逃吧 いろは 早く逃げよ 快逃吧 色葉動不了 我就硬拉著他 待って 等等 等什麼 你想等什麼 你還要等什麼 你是說還有一個人活著是吧 啊 いろは 啊 是 是惡作劇啦 大家都沒事的 啊 總之如果說 是惡作劇也許就可以放鬆點了吧 等下就笑 等下就負責笑吧 違うの 不對的 晃不是說去叫人嗎 他說去找領跟甘野 可是掉下去的是晃 嗯 如果說不是惡作劇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該去找人呢 找屁啊 你們出去叫警察好嗎 你們可不可以叫警察去找人 你們為什麼要進去找呢 所以在我們剩下兩個人去找 在有可能有殺人犯的救校舍去找嗎 如果他們沒來的話就好了 但是剛剛聽到的慘叫聲 那麼 如果趕不上的話 至少和樹你一個人逃吧 你在說什麼啊 我不可能丟著你不管 啊 趕不上什麼的 翅膀跟晃都被殺了呢 總之先去 葛河流的地方吧 會合的場所 啊 雖然只過了短短的時間 卻好像經過了很長的感覺 然後呢 那個波之破掉窗戶吹來的風好涼 已夠 走吧 我撿起了手電筒 嗯 色葉擦了擦眼淚 黃賴乾野 沒事吧 注意的腳步聲 啊 我們就一手 一手拿著手電筒 一手握著色葉的手 走著 咦 咦 來色葉你看 啊 生物室 生物教室有光耶 啊勒 奇怪 那不是手電筒的光呢 真的呢 哎呀 難道琳跟乾野兩個人在生物室嗎 幹 他們裡面沒有屍體 我隨便你 好不好 裡面沒死人 我隨便你他媽了 你們兩個為什麼這麼天真呢 上次放鬆的是色葉的感覺 的聲音 好像沒事了呢 那 他好像都快哭了呢 換人是一左衛門 以咋以咋 以咋咋 我們就靠了過去 幹這個 這就是更恐怖了 啊 殺人犯 也許在這裡 總之 我們 我們就盡量避開了聲音 啊 然後呢 偷偷打開了生物室的門 裡面呢 有一個亮亮圓的東西 罩著黑板 乾野 咦 黃賴 嗯 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什麼東西 也沒有晃著 Kazuki 那個 那個手電筒給我 我 我要看看 色葉挖著我的手 你在說什麼 剛剛開始就 沒有東西啊 拜託你 因為 怪怪的 嗯 太高了 真的呢 奇怪了 啊 手電筒的那個光 在我們頭上好遠好多喔 倒不如說是靠近天花板呢 為什麼在那裡呢 嗯 因為這個光線太亮了 所以周圍都看不清楚 幹哪裡亮明明就很暗啊 啊 總之他進了教室照著周圍吧 哇 呀 那 什麼 人 不是人 不是人 是 人體 模 模型 難打 嚇我一跳啊 什麼嘛 抱歉抱歉 那好像放鬆了一下 再走進去 轉了轉 拿著手電筒看一看 哇 第二個人體模型 呵呵呵 啊 當角度一轉的時候 在房間中央 有兩個人影 就 巨人嗎 啊 不是吧 啊 再看一次好了 啊 啊 生物教室的天花板的樑上 有一條繩子掛在那裡 然後有一個人 被吊在那邊 在吊在那個人的嘴邊 在吊在那個人的那裡 好像從嘴裡面 長出了一個手電筒 是被上吊的屍體 然後呢 手電筒被塞進了他的嘴巴中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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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爺 啊 色葉一個人 慢慢的出了聲 啊 我不想看到那個塗鴉臉 啊 也不想看見散到死人的臉 呃 色葉的哭泣聲 啊 進入了耳朵 幹不要跟我說真的 我玩到最後跟我說 哈哈其實一切都是大爆笑 你們中計了 呀答 媽 我就真的把這遊戲給炸了 他媽的 人家跟我說出去都去 全部都全部都是 全部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都是要整你們的 我覺得 我現在被起哄笑了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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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上寫著大大的文字 跟在筆記上看到的是相同的 跟之前那個手寫字一樣 恐怕是黃賴的字吧 最後的一個字還抖著 助けて 救命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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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賴他 難道也被誰襲擊了嗎 但是要是 不會吧 怎麼可能 一瞬間我想到那些蠢事 黃賴他 把翅膀還有晃還有乾野鳩 小鈴 走打 對了 乾野鳩一定會掉下來吧 等一下就會放下下來吧 這是惡作劇吧 惡作劇嘛 真是的 小鈴 小鈴 色葉 色葉就衝出了走廊 我急急慢慢跟了上去 然後那個 然後 乾野表示等一下 等一下卡住了 救命啊 放我下來 別跑 不 突然走廊現在就因為色葉 色葉的樣子好奇怪 整個人固定在那 就好像看到了倒下翅膀的時候 又有什麼嗎 不要啦 不要討厭 我握著色葉的手 拿著手電筒看了過去 好像一個人影從黑暗中浮了出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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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仔細一看那個頭背部確實是怪鳥面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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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等下回到生物室 對了,等下回去生物室吧 把乾爺放下來 他掛那麼久,鐵釘累了 對了,一定是 一定是他想要嚇我的 誰?是誰? 誰?是誰? 色葉叫著 誰?是誰? 不知道 現在的黑魯是誰? 現在的滅怪鳥是誰? 可說你看到了吧 如果照色葉的理論 那題目 這應該是黃賴吧 但是呢,如果是黃賴的話 為什麼寫下了像遺書一樣 留在黑板上 還要特地帶著那個面具出去呢? 呀,不對 黃賴是色葉的好朋友 跟我和荒是一樣的啊 如果考慮的話 會不會有哪裡不認識的殺人鬼 潛進了我們舊校舍呢? 黃賴,我們追上去吧 幹,現在換 欸 那是什麼? 是黃賴,我們追上去 伊朗哈 色葉就跑得過去 我急忙跟在後頭 心臟彷彿要破裂一樣 全速在走廊上奔跑的 跑上了樓梯 令甲,小嶺 黃賴 好不容易習慣了黑暗的月亮中 我總算看到了這個塗鴉臉的主人 在炸屋頂的欄杆前面 小野淚了 身上一股油的臭味 手電筒掉到了地上 照到了那個怪鳥的臉 黃賴呢 架起了 弓箭 就是那個日式的弓 然後呢 弓箭的箭朝著我 靈獎 小嶺別再惡作劇了啦 我們已經被騙夠了 靈獎,小嶺 啊 全身的警鐘響個不停 是色葉的錯呢 為什麼?為什麼? 黃賴 危險啊 黃賴好危險啊 等一下手滑就慘了 別動了 別動了 何樹 動了的話我就把色葉給殺了 糟糕 別開玩笑了 小嶺 你把我的人生奪成 變成什麼樣? 色葉你一定想不到吧? 啊? 等一下 這不是演技 這真的不是演技 啊 如果說是惡作劇 不對 這種 啊 這種禁忌用的弓 的弓箭的箭 雖然不是很利 但是 已經足夠有足夠的殺傷能力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 我奪走了 小嶺你的人生 所以說我啊 要把你重要的東西也奪走呢? 小嶺你可以換個方式奪啊 比如說 嗯哼 啊 啊 行 什麼啊? 在黑板上那個寫的事 果然是遺書 もうやめて 住手 住手啊小嶺 嗯哼 啊 啊 殺了翅板 跟晃爺的我 都是我喔 並講 そんなこと できわけない 怎麼可能小嶺不會做這種事 騙人了吧 伊朗哈 ダメだ 伊朗哈 不要 別靠近他 伊朗哈 繼續靠靠近的黃賴 啊 想說再一點點 就可以靠過去了 黃賴所說的 我想起來了 他說過色葉是完美的 真的嗎? 所以是 嫉妒色葉 所以才憎恨他嗎? 林ちゃん 我何言ってる 分からない 小嶺你說什麼我不懂啊 我到底做了什麼 而且跟大家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懂 足りないんだよ 啊 伊朗哈殺してもいいがない 不夠呢 殺了色葉就沒意思了 哇 想要讓色葉有同樣的心情呢 それも やっと終わるの 這樣就結束了呢 啊 黃賴呢 說完之後 他的 塗鴉臉就面向了我 最後は カス君だよ 最後就是和樹了呢 啊 他用力拉緊了弦 啊 他的弓箭朝向的是我的心臟 主角 這時候就是絕招了 北斗神拳 真空二指靶 不敢想 不敢想 就是你看嘛 你沒有學北斗神拳吧 不然区区一個弓箭怎麼對付得了你 晃根翅板 還有干野都被黃賴給殺了 現在要殺我 やめて 危ないよ小嶺很危險啦 那 それとも いろは カス君だけ おといてく 還是說 色夜 你要把和樹丟在這不管呢 欸 放著他不管 小嶺 誰もいなくなるここに 啊 大好きなハスキだけおといて 啊 いろはが死ぬの 私の一緒に 對 啊 就是把他丟在這裡 啊 色夜 就不要管他色夜跟我一起死吧 等等啊 黃賴 這 這什麼什麼展開啊 行く 啊 色夜就說了 真的嗎 我是認真的喔 你真的打算把和樹丟在這裡不管跟我一起來嗎 啊 林醬を我都殺させない 誰も殺したいしない 啊 林醬不會殺我的不會殺誰的 いろは 私最近までずっとおかしいと思って 私がたんじゃなくて 啊 哇 你覺得很奇怪 只說過著普通的生活 等等色夜 你為什麼要 でもそうじゃないで 但是不是這樣的 わらし悪くないで 我沒有錯錯什麼 和樹是這麼說的 弓箭近距離才夢好嗎 啊 當然的囉 色夜本來就沒錯啊 我是個膽小鬼 啊 所以我會懷疑很多事情 啊 所以害怕就會逃跑 但是我現在發現了 わたし わたし わたし悪くないでいう でくれ かつきを信じなくていけない 我什麼都沒錯 色夜和樹是這麼說 我相信 所以我相信了自己 然後往前進 やめ いろはぶない 危险な色夜 啊 黃賴的弓箭還是朝向著我 他跟色夜的兩個人 慢慢的色夜 跟他一起慢慢靠近了柵欄邊 已經 啊 可以空到了黃賴的手 黃賴退了一步 啊 啊 兩個人呢 啊就靠向了那個 所已經壞掉的屋 屋頂上的那個柵欄 那 弓箭還是朝著我 黃賴如果不阻止他的話 如果全力跑過去來得及嗎 但是這個位置 如果不小心撞到他們的話 恐怕我跟他們兩個人 都會從屋頂上摔下來了吧 怎麼辦 嗯 可以嗎 做得到嗎 我對自己的運動神經 沒什麼自信 可以這樣子不破壞柵欄嗎 啊 嗯 總之 啊 還是說 如果這樣衝過去 黃賴的弓箭 可能會在我到之前 就貫穿了我的心臟呢 我相信小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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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嶺絕對不會殺人的 哇聖母光環欸 超強 這女主角根本是聖母光環 所以到底你們以前發生了什麼事啊 啊 色葉強力的說著 在那一瞬間 想要搶過去 一百把 就是現在 啊 當黃賴發覺到我動作的時候 想要把弓射過來 拉緊的弦 啊 這隻劍呢 掠過了我的衣服 啊 飛走了 我的手伸向了色葉 到了 碰到了 啊 哇 倒在了一起 撞到了那個欄杆 啊 欄杆也倒了下來 啊 看來我成功了 啊 回 啊 衝過去啊 回到了屋頂上 倒在屋頂上 介入了色賴跟色葉跟黃賴的中間 Kazuki 好痛好痛 啊 痛死了 再爬起來吧 啊 連往上一看 在眼前的 就是黃賴站在那邊 哭 啊 因為急急忙忙的 啊 已經把弓把劍給放掉了 就退了一步 啊 再差一步 就會掉到屋頂外的位置 Kazuki 林將危ない 和樹 小嶺好危險喔 瘦瘦 瘦 可惡 瘦 騙人了吧 伊朗啊 逃吧 色葉 啊 劍呢 又飛了過來 啊 不可思議一點都不痛了 嗯 沒射到嗎 啊 我把眼睛慢慢的張開 欸 黃賴手上沒有拿著弓 不過卻握著 不過取而代之的是手腕壓著 手指中的空隙露著滴著血 嗯 我看著屋口那邊的一個塗鴉臉 啊 啊 哪裡 怎麼回事 多喜 為什麼 黃賴一面走著走著 啊 腳步浮動的 走向了 屋頂上柵欄 已經沒有柵欄的那一邊 啊 不耐 小心啊 啊 正當我向少爺伸出去 扶她的時候 在我眼前有一個東西射了過來 我反射性的把身體拉了回來 沒錯 持續的 在眼前快速通過的細小的影子 啊 為了閃避她 黃賴的腳踏空了 身體 身體 歪曲了 屌 啊 掉下去了嗎 我努力了伸了手想去救她 卻趕不上 在我眼前的是 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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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掌 靈掌 小靈 色眼危險 小心 啊 總之我就抓著色眼把她抓了回來 啊 在樹公尺前面 啊 一個亮亮的 不過因為太暗了 什麼都看不到 到底怎麼回事啊 發生什麼事了 啊 仔細一看出口那邊的事 沒有人 沒有人在啊 這邊這邊這邊 聲音從上面傳過來了 視線往上一看是 這誰啊 為什麼你要這麼帥很醜嗎 你這樣很醜嗎 你以為是什麼 阿俏嗎 啊 可是話說回來 男生不是都死光了嗎 在屋頂的入口上面 有一個月亮照過來 似乎浮現了一個 一個某人的輪廓 一個某人的輪廓 弓箭槽啊 弓箭槽啊 嗯 等一下 這個場景我好像 Dokokademita Dokoda 我知道你叫羽龍對吧 你是羽龍吧 在哪看到過 嗯 對了 小時候的時候 不是大逃殺 不是大逃殺 小時候我拿著媽媽的塗鴉臉 拿下了很高興拿著它 然後下了巴士 很高興的衝了出去 媽媽抱著我 然後呢 抬起臉 看到媽媽笑容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也在肩膀 在屋頂上看到了一個人影指著我 從媽媽上面掉下來的影子 我所看到的媽媽她 爆炸 一片的碎片土 血腦漿 全身的痛 我本能的閉上了眼睛 四樓的小小公寓的樓頂像 照著那個雲 還有那個太陽 照上了眼睛 阿基拉 是晃 蛤 所以小時候也是晃殺了你嗎 不會吧 她看著我 她的眼神 沒有任何的情感 阿 等一下 現在如同草馬 跑馬燈麥全部都跑得出來 在學園祭回去的時候 跟國立公園的景 跟色葉說話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印象 記憶 我的記憶 等一下 上屍的那個碎片 好像補了起來 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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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zuki 吧 我們約好了核樹 我們要吧 的這樣子 等一下 腦中的印象 還有眼前的現實 還在混亂 紅色的雨 白色的月亮 冷冷的空氣 背對著太陽的晃 背對著太陽的月亮 どちらか記憶 どちらか今 哪個是記憶 哪個是現在 Akira看著我 彷彿就是 沒有沒有 動住的眼神 僕は知らないはずだ 我完全不知道呢 こんなAkiraを知らないはずだのに 我完全不知道 這樣的晃 那個眼睛 是有殺意的 像這樣發狂般的笑著 像是瘋了一樣 Akira 君 どうして 為 為 為甚麼 你為甚麼要射領呢 Irohaの声が 色夜的聲音 稍稍微微把我拉回了現實 そうだ Irohaがいた あの時も今も 對 色夜也在 那時 這時候跟那時候都 Iroha 逃げろ 快逃吧 色夜 快逃到入口處吧 でも カウツキが 誕生荷樹に 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色葉站了起來 What the 在屋頂上入口 色晃跳了下來 臉有一半 融進了塗鴉臉 跟色葉 翅膀 水塵都一樣 看起來 有看到的這個臉 無意是被蓋住了 悪いがちっとまでくれ いろはちゃんに大事なしことはぬすいてるね パイセイア 再等等喔 因為啊 色葉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呢 安安 沒有啊 因為你看完之後 然後回憶起來之後 臉就會消失 一直都這樣的啊 之前模式都是這樣 你看到臉 然後回憶起來事情之後 然後那個臉又會變成一半了 對 嗯 這個確實是平常的晃沒錯啊 是中學時代的朋友 喜歡那個就是很歡樂的人 啊 常常帶我出去玩 有的時候惡作劇的晃 Nano你 可是奇怪了 他拉起了那根弓 可是他的劍朝向的不是我 而是色葉 這是 何術的鞠鏈呢 やめろ アキラ 住手 啊 啊 我為了包屁他 衝到了那邊啊 色葉在我眼前啊 倒了下來 啊 啊 弓箭呢啊 射穿了色葉的左腳 啊 似乎啊 骨頭啊 把劍給彈開了啊 從足徑那邊 滲出了血 可 伊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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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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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で なんが起きてるんだ 到底怎麼了 啊 啊 他說 他 他說 嗯 我不想要成為色葉的鞠 鞠鏈 何術你快逃吧 快逃 伊朗哈 把劍給彈開了 我怎麼可能放著色葉裡不管逃呢 だよな 兄弟信じるぜ 也是呢 兄弟 我相信的呢 呃 なによアキラ 你做什麼阿ホン おいおい カズキ また忘れなよ なんとく話してもすく忘れちゃった 欸 何術啊 你又忘了啊 正式的 不管說幾次你馬上都忘了呢 こないで 別過來 不准靠近何術 何術別來 咳咳咳 你呀 真是太脆弱了 你就在你喜歡的女生面前 讓我看看你的那個吧 我是說根性 讓我看看你的毅力吧 啊 色葉拖著腿擋在我面前 嗯 我一瞬間背上一陣寒冷 眼前的焦點 就是眼睛的焦點 其實在現實前 伊朗哈 別來 カズキダメ 何術不行 啊 哎呀 真是多讓我等了呢 アキラ 黃 黃賴還有色葉到底做了什麼呢 カズキダメ 咳咳咳 何術不行 退開 林醬が カズキまで 遼靈已驚 不能連何術你也 啊 色葉的頭上浮出了很多汗 看來 雖然出血量並不大 但是骨頭似乎也被劍給射受傷了呢 動不動 カズキ 啊 別動啊 何術 啊 你還想讓色葉多受點傷嗎 來 把你的手放到頭後面 然後把褲子給我 啊沒有 那是等一下才會有的劇情 啊 好吧 我就只好站在 晃在色葉中間 啊 我就在晃在色葉中間 把手放在頭後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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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啊 如果把手放到後面 然後開始學那個DXman 開始 很 很靠北的開始 那個 擺 擺動腰部 然後不知道他會有什麼反應 你們知道那個DXman嗎 是DXman嗎 我忘記錯了 就是那個日本不是有個藝人嗎 然後就是很靠北就是每次穿那個緊身皮衣 然後就拿那個下半身 然後兩隻手擺在頭上 然後下半身在那邊抖 就是有一個藝人 然後戴墨鏡那個藝人 我在想說如果主角這樣表演的話 應該很靠北吧 我在看就表 我下我頭就放後面啊 你沒有跟我說下半身不能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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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麼啊 看起來你想的還不夠呢 啊 今 看來啊 現在被你背上附身在那裡 那個被驅蟲集中的女人看不到吧 等等 等等 我往後面一看 除了色驗沒有別的女人啊 還是說 是指的 有的只有把色驗 把黃賴吸入的那片黑暗而已 他是說色驗嗎 晃到底在看什麼呢 等一下 石板也是 晃也是 我的後面 我的後面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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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上已經爛掉都是蛆的女人 殭屍嗎 對 對吧 晃啊每天都看到了夢呢 啊 女人的殭屍好可怕呢 不能無視他被追的 好可怕喔 睡不著 所以就好累 好像被附身了呢 零啊 就很喜歡說的這種話 啊 說要不要去那個 除魔呢 等等 連他下色驗的那個鬼故事也是這樣子 那是什麼呢 這是我的替身使者啊 Stand Zombie 替身使者 殭屍 持續性 A 力量 B 速度 C 射程 B 啊 為什麼你就覺得試膽呢 那有些事就非做不可的吧 我啊 一直在等著幫助你 啊 幫助你等了很久喔 蛤 幫助我 就是就是助你壁之理的 啊 比如說啊 你被欺負的時候幫忙你 還有啊 臉被打爛的動物的屍體 還有鯨魚缸 筆記 小雞 還有怪鳥面具 這麼多事情 這麼多事情 難でもプレゼントしたろ 不是 全部都是 呃 禮物嗎 欸 お前の隅 ももいたせ 寫下了 下一個就是你要報復了 鯨魚缸 破裂的鯨魚缸 就是掉下來 還有看到的貓咪的屍體 有一半的臉貓咪被打爛了 就是有人把貓咪放到紙袋 用力的把它踩爛 啊 然後穿著學校的制服 袋子也破了 袋子也破了 裡面就是 那個臉 那個貓咪的臉一爛掉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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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